1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又有新造型了 不是 这个不是重点 怎么搞到这个重点呢 我看练容者好帅 哎呦 好想买但是 还是省点钱吧 好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不是这个 只是我冷月刚好看到说有屠龙勇士这个新造型 好了我们重点在于我们的天后威仪 也就是我们的复仇标记 赫拉 那其实冷月还没看过这个角色啊因为这次这个角色讨论度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有够低 明明是一只新的心灵角色但我发现很少看到有人在讨论他 所以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吧 以及靠我们现在的思考 看他能玩什么样的队伍 首先第1个不死神鸟 召唤不死鸟优先攻击场上三个自盲的敌人 分别造成280法伤 78概率增加自盲 施加自盲 持续两回合 如果目标已经处于自盲状态 则改为50%几率施加晕眩 其中有30%几率使晕眩回合持续至两回合 自盲是降低40%的命中 好 再来 攻击加40 生命加20 暴率加15 神圣怒火对自盲晕眩效果目标 伤害提升30% 再来 神圣怒火 赫拉引出不死鸟的怒火对敌方全体分别造成220法伤 对最近攻击过赫拉的敌人有100%概率施加复仇 持续两回合 最后赫拉神杖 队友每次攻击都会使赫拉下次攻击暴率提升5% 暴伤提升8% 最多累加12成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觉醒技能 在这里 第1个 1技能 4的倍数回合有98概率释放神圣怒火 4的倍数回合 4 8 12 98的概率施加神圣怒火 等等等等我们神圣怒火是什么时候放的 第2回合释放 哦等于他有机会一直打出神圣怒火这一招啊 98概率非常高啊 等于说他基本上呢 按错了 拉掉 拉掉 走开 等于说基本上呢他的输出会非常高啊 因为他这种4回合的大招大家有看到他的效果吗 不断施加复仇降低敌方攻击来无视防御 而且还有228的AOE法伤 基本上来说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再加上他的这个效果原本是4回合的大招 4的倍数回合有98概率释放神圣怒火 等于把硬压缩成两回合的大招 那当然这种效果就要确定一件事情 这要可能要等有课的玩家来做一下测试 究竟他在4的倍数触发神圣怒火之后 会不会重济冷却回合 如果会的话那就变得有点尴尬 如果不会的话 那真的就是每两回合打一次大招 那伤害真的会非常可观 但如果是冷却回合的话呢 会吃掉冷却回合的话呢 等于说我可能第2回合放了一次 第4回合触发效果又放了一次 然后再就8 12 16 20 就一路跌下去了 所以等于说这样子变成 只多放一次而已 会变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基本上我要确定他会不会 计算那个冷却回合 如果不会的话 这招非常强悍 如果会的话 这招 有点尴尬 在下一招 重心负能 队友每次攻击都会使赫拉 抵抗提升3%防御提升1.5% 持续两回合 可叠加不可驱散 好我们看完了整支赫拉 我也大概知道为什么讨论度比较低了 首先他的强度上自然是有的 其实是一支还算蛮强的 蛮正统的那种输出型法师 就一样要有人保他的 然后他的效果是什么 只要被打的话 会施加复仇 这个复仇状态其实很强啊 持续两回合不可驱散 伤害降低30% 收到攻击时无视40%防御 而且是100%施加 只要打过赫拉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debuff 那无视40%防御 这穿透就更痛了 再加上伤害还降低30% 这30%对于那种透极的大输出来说 大输出的伤害数据来说 30%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可观 然后再来不死神鸟部分 优焰攻击场上三个致盲敌人 分别造成法伤 目标处于致盲状态的改为施加 暈眩 好那 这种时候就想想看谁 可以 打出致盲 一讲真的冷月下临时想不到谁打致盲的 突然间卡住了 我们现在想想看谁 谁可以打出致盲 我们最长的控制他好像不是致盲吧我记得 他应该是感光感电了 对呀感电跟麻痹 谁可以打出致盲效果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谁打致盲的 冷月突然间脑袋一个卡住 谁打致盲的刷冲冲不知道了 哎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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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的 效果是优先攻击场上 三个致盲的敌人分别造成288法伤 78概率施加致盲 等于说第1回合 他就随便打3个人 然后78施加致盲 第2回合会优先打致盲的敌人 然后有机会改成施加暈眩 哦突然间懂了 他自他如果不搭配致盲 那就是自己上致盲的概念 自己先打3只致盲 然后自己在 吃第2回合时候致盲还在的效果 他速度要有别人快致盲只要还在 再打一波出去 就一样可以施加暈眩效果在 哎呦瞬间懂了 突然懂了 那这如果搭配个什么 法莲之类的 可能第1波上了致盲 又法莲再打 瞬间就变暈眩了 那如果没触发到暈眩 没关系 我们还有小丑丫 小丑丫又刚好施加给他 再打一波 瞬间就暈了 完美啊超强的硬控啊 好了我们看完了这么多跟赫拉的相关内容 我自己觉得 走开 我自己觉得赫拉对比前面几只出的来说 他的整体特色是比较低一点的我自己觉得 爱神的特色最高了 那海克利斯目前看起来输出非常的可观 只要能练得起来的话 那赫拉因为目前没有什么人给我看实战的内容 那我自己看整体的技能效果 我觉得他是一只蛮正统蛮经典的一个法师的玩法 所以我觉得他的强度上应该还是有 比他整体刚才看到大家看到 自带硬控而且又 可以触发非常强悍的debuff给对方 这只能说他的效果应该是非常强悍的 毕竟总是克金的心灵脚 但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现有的心灵生态 我自己觉得 好像没有到那么严重 就强度上没有到那种 哇靠超强啊 一出现瞬间就打翻所有 所有角色那种 好像没有到这么严重 但他确实是非常强的一个角色 毕竟身兼硬控高输出还有debuff 这整体的 中种优势下来 他就是非常强大的 输出角色 那究竟会不会影响到整体伺服器生态呢 我们就等之后 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有相关的影片 或是有相关的内容吧 那人也会持续关注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人用赫拉这个角色来玩的 那就目前的评论 挨打的法师 被特白马配合 水战混搭赫拉 有没有搞头 好看来都是 都是 没什么好说的 目前还没什么太值得 看的评论出来啊 都是比较奇怪的评论 好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大家稍微看一下赫拉这个角色 那我觉得啦 因为他的字盲部分主要靠自己上 所以变成说法莲这个符文非常的重要 有些角色可能不吃法莲不吃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他的话法莲非常重要 他是经典的法师输出手 所以正常像是什么 温帝啊马琳啊或者是白琪怎么出符文 基本上他就可以做一个参照再做一些改变就好了 按照整体的对局方式做一个小小的改动 我觉得都很OK 那当然法莲我自己觉得是必备的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